为了清除巨石 基隆市府人员今天一大早就抵达现场 发放撤离居民的通知单 准备要用注入药剂的方式来裂解巨石 对此周边店家一听到工程要进行两个星期 将会大大的影响到生意 都感到很无奈 基隆北陵路山头上的巨石摇摇欲坠 随时波及地上的民宅安全 受到巨石滚落影响 通往必杀鱼港的主要干道台二线北陵路持续封锁 只开放机车通行 整条路上的海产店等店家都大门深锁 从8月30号暂停营业至今 还无法恢复营业 海产店老板娘说 生意至少损失一二十万以上 为了居民安全 驱公所一行人挨家挨户敲门 劝导北陵路附近74户的民众 尽快收拾家当 暂时离开民宅 担心离开了就无法做生意 居民似乎不大愿意配合驱离 他们要把事情处理完 尽快离开危险的地段 可是好像有店家都不太骗 当然了 他们认为说他们应该是不会受害 然而驱公所并无法强制驱离 只能语重心长地劝导民众离开家园 先到附近的收容中心安置 等到危险的巨石被处理掉 再重回家园 UDNTV有唱话岳嘉尼 吉隆报道